我一生致力于消灭脊髓灰质炎的研究 过往三十年 患此疾病的儿童数量 已经下降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这的确是惊人的成就 但我们并不能就此松懈 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在帮助儿童 预防三种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方面很有效果 实际上 疫苗已经帮助我们根除二型病毒 超过十五年没有出现任何二型脊髓灰质炎病例 但是 我们目前推行的三架口服疫苗 仍在保护孩子免于感染二型脊髓灰质炎病毒 2013年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签署全球行动计划 目标是实现一个没有脊髓灰质炎的世界 计划包括所有国家逐渐停止使用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 从而改变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接种方式 我们可以从移除其中的二型病毒疫苗成分开始 这样将三架疫苗切换至二架疫苗 在2016年4月17日到5月1日期间 必须让所有使用疫苗的国家 将三架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切换成二架疫苗 至关紧要的是 切换要在全球范围内同步进行 每个医疗机构不论规模大小 位置远近 必须做好准备在两周的时间内 完成二架疫苗切换 这是个消除脊髓灰质炎的历史性机遇 成功实行切换的关键就掌握在你的手中 让我们共同努力 包括当地领导 决策者 医护人员 全部需要担负职责 确保疫苗切换完全落实 计划与实施疫苗切换的作战已经开始 我们所有免疫学专家 也都将他们的大量专业知识投入此进程 一旦4月疫苗临床 医护工作者将让这所有的计划变成现实 他们将是帮助家长和社区普及疫苗知识 从而确保儿童完全免疫的关键人物 与此同时 我们需要确保时至今日 依然在研究室中保管的二型病毒被完全清除 如果此种病毒必须要被保存 则需要被存储于适当的生物安全防护水平 我梦想有生之年 可以让脊髓灰质炎绝迹 也为我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个梦想而自豪 请加入我们的行列 帮助我们的儿童和国家 向终结脊髓灰质炎 迈出里程碑的一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